汽车不受控制 系统遭到骇客入侵 这可不再只是电影的场景了 随着车内智慧电子系统的普及 骇客入侵的安全问题也跟着扶上台面 专家就出面亲自示范 看这些智慧电子系统到底有多不安全 希望借此呼吁汽车制造商 重视这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曾任国安局分析师的Charlie和拍党Chris 在16公里外的家中利用手机和笔电 骇进车辆的影音娱乐系统 重新改写系统程式后 完全掌控了车辆 从雨刷到音响甚至是刹车 都不再受到驾驶的控制 研究人员在2014年针对11款车辆进行检查 发现几乎所有车款在某种程度上 都能够被骇客入侵 其中又以吉普2014年版的Triroki 以及Infinity 2014年版的Q50最容易被入侵 吉普制造商克莱斯勒目前已经推出更新软体来补救系统漏洞 并且呼吁所有使用者尽快前往车商进行软体更新 好确保自己行车系统的安全